各位好 歡迎各位來到市場由鬥士大學說舉辦 令人奇蹟的術作被全國高中值辯論幾條賽 我是分場主席陳文謙 首先介紹分場比賽變體 分場比賽變體為了國際法律的選舉和採取歷史 再來介紹分場比賽裁判 雖然主持右手放的是李哲瑋選張 好 主要主持左手放的是鄭霍雲學長 各位好 主要主持右手放的是鄭霍雲學長 各位好 再來介紹分場比賽是 正方有經理理督督專任 正方畢業 廖玉如 各位好 主要主持右手放的是周慶雲學長 各位好 主要主持左手放的是鄭霍雲學長 正方有經理理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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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 代表灣一些重要雙腳霍雲學長 近方有面理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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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h 軍廷公務員 30秒時各按鈴一下 屆時請踩到被視停止發炎 分傷比賽如有感方兵器前面 無力行抽籤 比賽即將開始請站 觀眾把手臂好像震動或是關成禁衣 以免打擾比賽進行 大家記得不要去踩到延長線 不然滴滴會沒辦法入 本營宣布林在0小1分鐘後開始 完成了 請正方一面上台成二 大家好,今天的討論站在制度的轉捩點上 我們需要先清楚當下所面臨的挑戰與想解決的問題才可能對症下藥 以下我方將先點出台灣當前所面臨的政治困境 並說明可能的改善方向 隨著台灣民主體制逐漸完備 對兩黨市的政治生態所見形成很可惜的是 人民卻並沒有因此而取得有異議的代議選擇 代議制度限於失禮 接下來達至279期引述美國組派李登大師 韓士基的翻查提出 真實存在資本主力下的民主財富水平最低的70% 也是將近70%的人口 他們對於政策完全沒有影響力 財富的階梯往上爬 對政策的影響力就越大 爬到頂端大約到了千分之一 基本上可以隨心所欲的決定政策 其言並非空虛的來風 在資本高度發達的民主社會中 政治力量是大量的依賴 與資本企業做後盾 根據監察院聯盟聯盟聯盟 45期一指出 以台北市區立委為例 每位立委選舉人平均支出2200萬 且半數需依賴有歷事業的捐贈 台灣思想坦克2003年09月號一指出 2008年的總統秘委選舉 收受政治現金總金額就超過30億新台幣 政治運作需大量依賴資本企業 移住的結果 政治生態售貨與資本環境 政策方向大幅度受財團勢力左右 以7天國定假日爭議為例 根據東森新聞 2016年6月3日報道指出 5209之前原本還反對刪除7日休假政策的民進黨團 就任後便與工商團體協商 最終人做出持經驗不休假的政策決定 刪除7日休假本就為馬政府 先任前所支持的政策 從這個例子中也可以看見 政黨受財團綁架的狀態被台灣社會普遍同時出現在聯盟黨的身上 這使政黨實質上的趨於一致 也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下的政黨趨同 政黨趨同對民主體制對主體的危害就來自於代議市場中 可供選擇的對象實質統一 即選誰都一樣的代議失靈危機 這也是美國法律經濟選創建者或是那於資本主義民主的危機 注重帶給世人的解釋 有鑑於資本主義下的政黨趨同的現象在台灣之間成新 站在代議制度轉捩點的討論上 我方主張在單一選區兩票式的框架下 應採取聯盟式的選舉策略 制度核心內含細紙各政黨全國立委總席次原則由政黨票比例所決定 不分區席次由政黨票比例扣除分區立委後計算 我方理由分三階段說明 其一在聯盟式的框架下 政黨票要獲得席次票 輸得票率的高低化 上區檢區區選舉席次 於數十的分配不分區席次 換言之區域選舉強勢的政黨想獲得不分區席次 在政黨票數得到比區域選舉弱勢的政黨更高的得票數 但在選民的角度 若想透過投票選擇實現最強化的政治利益 政黨票選擇區域選舉中弱勢的強大 以選擇區域中強勢的大量會更有效率 這幾是聯盟式體制下分裂投票的制度理性 其二 經費有限的新興政黨出席投入不分區選舉 交易取得席次 根據台灣政治學堂第十四卷第二期資料指出 區域選舉中挑戰者相較 現任者需花費更高的競選指數 現任者請區域破輸法律性花費 相較於地區立委選舉的高經費 對新興政黨而言 投入不分區選舉 也較投入地區選舉成本更低 且因為前述分裂投票的制度理性 支持新興政黨 易於不分區選舉中取得席次 其三 不需高度依賴資本的選舉環境 使沒有資本財團包服的新興政黨 仍旧可以取得國會席次 面臨資本主義侠 既有政黨實質同一的結果 這樣新興政黨出現可以創造 在一市場上有地域的選擇差異 綜合所述上處的制度 雖然不足以推抗資本主義的巨大浪潮 不許今天的新政黨有一些人 就會成為被資本受騙的大黨 但那實力的新興政黨 仍可藉由如此制度的制度鴻利加入政局 反覆產出具有差異性的新興政黨的選擇 創造資本主義下民主的自我修復機制 綜上所述我方主張改台聯名制 謝謝大家 請反方二面上台秩序 謝謝大家 請可稍後變上台持續 教授你好 大家好 所以你剛剛最主要的論點是說 你說台灣現況下是說財團綁架大黨的勢力很大是嗎 就是覺得說好像小黨都沒有錢 然後所以你認為是小黨沒有錢 所以這樣子無法 我方並沒有主張小黨沒有錢 而是在資本主義下的社會現況下 已經我方已經證明了在兩輩資本主義所所變的正當區塊的狀況 但我方並沒有說小黨沒有錢 我方主張的是即使在資本主義下的社會 年齡制依舊可以創造不被財團所綁架的正當金融國會 您方為什麼會覺得聯帝制可以使得小黨進入國會 就是說您方為什麼會覺得聯帝制會造就說 現在會有沒有資本主義 就是不被資本主義綁架的小黨進入國會 所以您方要我方說明是 為什麼聯帝制會讓小黨進入國會嗎 對 那我方可以從兩個層面上來說 第一個就是從赤度的層面來講 因為在分區立委裡一定是最高票才能得席對吧 在並且分率而已 相對來說不分區其實就是按比例分配席次 那如今不分期的席次是34席對吧 那我方的不分區席次會改成13席 那這兩個票率可以在分區小黨這兩個票率效用會被大大增加 那第二個層面是選民的心理 第二個選民的心理層面就是 選民如果發現投給大黨政黨票的票就會比較低 那如果他希望他的票可以實現最大的政治利益 他就會把分區的票給投給小黨 所以你們 哦 那您方有在現行制度下 您方有沒有要設有門檻 我們方並沒有要去門檻 所以您方還是有五趟門檻 然後您方剛剛還跟我說 會有策略投票 就是說選民會覺得現在 就聯帝制下他的票比較有值 就比較值 所以他會投給小黨是嗎 嗯 是不是對於投給大黨政黨給其他票值的資料嗎 嗯 那您方有資料可以跟我說 現況下小黨選前的民調超過了五趟 可是卻因為策略投票 所以沒有選上了嗎 我還是可以請 您方在說 您方說會有策略投票的行星 並設有門檻 那您方有現在有資料可以跟我說 現在小黨選前他出來的民調 是超過我們五趟的 可是卻因為策略投票下 而出來的結果他居然沒有當選 我方的質問下就是讓小黨 他們習次得習率的比例上面就是會改變 所以文坎的就是 所以您方沒有這些資料 所以您方也不能跟我們說 現在會有因為策略投票的問題 然後導致小黨五趟進入國會 不好意思 您方是要五趟認證 現在小黨五趟進入國會嗎 對 這個就是 為何您方會覺得說 選民會有這種心理 就是 會有這種心理讓他五趟進入國會 不是 就是現況下您方為什麼會覺得 對 現況下為什麼您方會覺得說 他沒有就是 他會因為選民會有心理因素 覺得他 他覺得投給大檔的票比較直 所以現在會投給大檔 然後您方又用連 連日繼續改善嗎 如果我們家民方互會了 我方並不是說在您的體制下 他們覺得他給大檔票數比較高 而是如果改成我方的支援的話 他投給大檔票數就會降低 於是他就會投給小檔 但是在現在的支援下 分開計算上 所以並沒有票數的問題 因為現在分開計算 好那我們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 那如果真的小檔變多的話 那優點會有什麼 我方 如陳如我方一定告訴我 就是現在 我方認為政黨權的狀況嚴重 而我方認為民主的精神 就是不應該讓選民的選擇受限 所以小政黨 就是國會的優點就是在於 可以讓選民的選擇拓展 實現民主的精神 所以您方說 為了要實現民主 要讓他的 他的 請轉到一邊上台成立 請轉到一邊上台成立 成為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所實行 或選手的政治體制 所謂民主政治 通常是指在一民主 引擎政府 是被人民自由 自由遺棄選舉出來的代表主治理 而公平公正和遺棄選舉行的選舉 往往成為民開一個國家 政治是否遺棄民主選擇運作的指代 也就是選舉制度的選擇 其操作上到底有什麼困難和瓶頸 我發言兩大點論述 一 聯力制的制度圈 使得大黨的濫用取巧 大黨變得更大和容易投奏 因此學者高斯格爾 在2012年提出的觀察 認為聯力制會出現兩種取巧的方式 破壞聯力制想達成的聯力精神 以及破壞有利於小黨的初衷 共分為兩種手段 第一種是透過A黨和B黨的結合 A黨要求支持者將第一票投給A黨 由自己贏得大量直接一席 政黨票由部分需要支持者全部投給B黨 B黨家獲得的是A與B黨支持者總合的政黨票 由於A黨和B黨可視為政黨合體 在檯面上為獨立參選 如此政黨合作變能規律 聯力制下第二票決定總席次的規定 舉例來說 委內瑞拉在2005年時 第五更和政黨為了避免 單一選區的當選席次占卻 因政黨票所獲得的席次 該黨只提名政黨名單 而由另一政黨贏家聯絡黨 提名單一選區候選人 但事實上兩黨為簡便黨透過分開選舉策略 使得兩黨照理說應該要按政黨票分配民意 卻因為十種合作時的席次和民意不再符合 第二方式則是 為了讓第二票的得票率不再影響A黨的整體席次 一黨可直接分裂成為新的子黨B 將能夠在區域中獲取人的立委安排給子黨B A黨能利用本身的民心獲得部分去立委席次 換言之 由於這個偉中的子黨向檀面上的A黨是不同政黨 B黨的單一選區獲得的選舉 將組會占到A黨入本的部分區名單 透過這種操作方式 A黨可以實質地擴大指定在組會中所獲得的選次 連立制的比例代表自將盪然無色 這種洛洛塞去大陸2001年國會選舉中發生 而當時的義大利主要政黨是將單一選區 同樣的取巧行為在在所作和阿爾巴米亞也發生過 我們可以發現 不論在哪個國家 這種競選策略其實很大程度上違反當初選制連立的本意 比例性偏差的程度在此操作下更確明顯 而觀察發現這種選制策略通常只有大黨才能操作 另外根據研究也顯示 一代選戰中的一方運用此種選戰策略 競爭對手往往在背後做出相同的決定 書家往往指示那些無常當政黨否知或是不願配合同流和無的政黨 換言之如果想記得連立制拉法蘇小黨去獲得喜次 將會因為大黨運作死策略 使得大黨越大打不到小黨出頭的分析 也因為這種區域作弊的策略方式 使得委內瑞論一當一等國家在建立這些聲音後 又再次進行選制改革 分別改為比例代表制或是並立制 而並立制將會造成不關區立委無法進入國會發揮專業 在連立制的制度設計底下 雖然是以第二政黨決定總行次 卻是先行扣交區域立委的名額 但剩下的再分給部分區立委 以2016年民進黨為例 政黨票得到44%得到49席總行次 扣交這些區域立委竟然沒有部分區行次 這讓我們細看民進黨的部分區名單有哪些專業人才 下面有13個吳冠玉、民進黨原住民的普拉斯、尤達卡、社會福利專家、吳玉琴等專業人士 這些沒有確立過民意基礎 只能看不關區名單進入國會的優秀立委將會被犧牲 假設沒有了這些優秀不關區立委 也就不會有昨天原住民立委普拉斯、尤達卡、立委推動成功原住民復民運動 更不會有6月16號吳玉琴立委推動使台灣移動看見樹邦的特略服務法首承案 這些都是政方改成連立制的悲當地 特上所述 政方在勾勒他們理想藍苦的連立制實 沒有考慮過會透過實際操作而克斥 精神荡然無損 甚至會造成專業者不關區立 也無法進入國會的任務構成 既沒有無法接觸民意 更無法呈現有差異性的政黨 我方認為沒有採取連立制的必要 謝謝大家 儘管上司機雲 那我想先確定一下林彭剛剛所說的 所以林彭沒有要改變任何制度是嗎? 在林彭所以我方維持現況 好維持現況 那所以林彭改變的 林彭會更為維持現況的原因是 因為林彭在創造我方的制度下 大黨會創立小黨 然後讓小黨去產部分去立委的票是不是? 就單純句話是 就是你剛剛認識的方式是不是? 那林彭可以認識給我聽一下嗎? 就是在我方的 我方認為在實時 林彭持的成員會有兩種政黨取巧的部分 其中第一個取巧是兩個政黨結盟 就是說今天A政黨和B政黨結盟 然後A政黨要求全民加A政黨和B政黨 投支持的區域立委全部投給A政黨 所以A政黨的區域立委全部都可以進入國會 所以A政黨一個是大黨還是小黨? 福建議是不是大黨相當 只要是他們結盟就會有這個問題 只要是結盟就會有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是專業性的問題 是吧? 就是你認為在林彭的制度下 可以創造比較多專業性的部分去立委是不是? 是 那請問林彭的專業性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他在某一個特殊的領域 像是我方提出的食安 他就是可能對這個領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對 或者是 比如說原住民立委 就是剛提到的原住民 他就是為了他想要從我原住民負民運動 他就 他就 就是為了這個法案然後一直推動 所以我方認為就是 這樣 這些這兩個都是我方提供為 在改變我方鼓勵的 改變女方鼓勵的 就是 就是我方鼓勵 好 我方的鼓勵 好 那確定一下我們討論的是大意識民主的制度 基本上討論大意識的民主制度 我們應該要確定 確定人民有機會使用選票表達他們的意志 政府才能真的照人民希望運作的方向走就對了 對 用選票表達自己的意志 對 用選票表達自己的意志 用選票表達自己的意志 對 用選票表達自己的意志 好 那意思人民選擇的對象 意思人民選擇的對象 他們的理念越來越近 是否又代表我們的代意狀況應該是越來越差 可是還是人民選擇的不是嗎 你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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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方的你方的 你方的意思嗎 不是 我方的意思是說 是說在大意識民主制度 人民給這個候選人選票 就是為了讓他照著我的理想的方向 對 那是不是人民如果選擇 就是我現有可能的選擇的對象 的那個理念越來越相近的 所以你方所有是先放下政黨不夠多人的意思嗎 呃 就是政黨裡面 政黨裡面相近的意思 對 是不是 就是先放下政黨裡面相近 對 好 對 對 現放在政黨裡面也是相近 你說單這句話嗎 對啊 可是在我方剛剛就是提出的 就是部分區立委名單裡面 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就是 像是不同 不同 就是 方便的人 在部分區立委名單裡面 可是在你方的就比賽會犧牲部分 就是部分區立委名單的地方 好 就我方就先一圈在裡面一起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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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對方沒有剛才告訴我們說 在連立制分裂投票的機制下 可能會有所謂的偽政黨的出現 我方認為他對方的意思應該是說 實力比較堅強的母政黨 可能就會去選擇去搶分區立委的票 因為分區立委一定是最高票的那個人 才可以得行事 然後這個時候他會希望跟他站在同一個陣營 實力比較沒有那麼堅強的小黨 可以去 可以選擇去投入部分區立委的選擇 但是我方認為 我方 事實上我方認為 應該是不會有大黨想要這麼做 因為一旦小黨變大 大黨就會無法控制 之後他們還是會分開變成兩個政黨 所以大黨如果這麼做 大黨如果做這麼實際上來說 有可能會讓小黨超出他們控制的事情的話 我方認為這還是有違背大黨是立立的 所以事實上我方認為這個 如果對方朋友真的想要講這些事情的話 現在就像對方朋友說 現在也有聯力制的國家 那請對方朋友舉證一下 在聯力制的國家裡面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因為我方是認為這個 對大黨來說立立是不夠的 再來 對方朋友主張說 不分區立委代表專業性 而我方是不知道 為什麼全國性的立委 一定要有民方所說的這個特殊的功能 但是如果即便真的有好了 我想對方朋友也還沒有認證說 小黨為什麼就不能兼顧這樣的功能呢 然後 對方便有 在這方面我方就是不這麼認同 因為不分區和分區的差別 其實就是以土地疆界分別大眾議題與小眾議題 不分區立委的選區 其實就是整個國家 但是分區立委選區 就只是一塊限定土地上的人民 所以我方認為 不分區跟分區的差別 應該就只是以土地疆界來區分 所以說我們應該也沒有規定說 不分區立委就不能關心小眾議題 或者是分區立委就不能代表專業 或者是不能關心全國性議題 所以這方面我方認為 對方便有的舉真是還不夠啦 然後 然後我方認為 我方認為我們國家線下最重要 最明顯的困境就是 我們國會裡面開始出現了政黨區統的問題 我們大黨嚴重受資方的控制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可以藉由聯力制有益率於小黨的條件 就像我方剛才說的 可以用分裂投票的機制 可以在制度上來說 分區的席次從事實上是從34期 所以政黨得票率變成130 所以政黨得票率在我方的體制下 可以讓政黨得票率有效用大大增加 我們藉由這些方式來創造小黨可以進入國會的機會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有辦法 就是有辦法創造出 不被資本家所控制的小黨 所以如果說在現在政黨區統的狀況下 選民其實不管選 有出現不管選哪一個都一樣的這種政治困境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創造出新的選項的時候 選民才可以依照他的自由意志去選擇說 他到底是比較喜歡哪一個政黨的政策 而不是單純的只受限於受資本控制的政黨政策 然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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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的你好 那為什麼你今天覺得說 今天採電視之後 小黨的聲音更有追進國會是嗎 各位朋友請問一件事 您方不跟動政黨平坦對不對 是 那你告訴我現況之水平坦進不去是因為策略性投票嗎 我剛是說改成聯益支之後藉由策略性投票 想要讓他們比較有機會進入國 那改成聯益支之後藉由策略性投票 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票更有價值 選贏覺得他們的票 那現在覺得票沒價值的理由 到底是因為我覺得刀不掉5% 還是因為喜事不夠啊 所以你請你一份資料舉出來告訴我說 現在人民不敢投的理由是什麼嗎 我方便沒有說現在選民不敢投 我是說改成聯益支之後選民可能會發現 他們政黨他要投給大黨的票值並投給小黨的票值來的低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會選擇投給小黨 實現他們最大的增長 你說投給大黨的票值比較低的理由是大黨會被大傻人綁架 所以是不是因為 你問是在分區裡一定是有權勢的大黨會不會有低的事 分區 對 那既然在聯益支的計算一下 應該是要用政黨總得票率去檢查分區的行事 然後分區的行事嗎 對 這個人眼下記憶就是分區越強 你政黨的票率標準就應該要越高嗎 這樣你的部分就才會比較多 分區越強 所以你是怕他們政黨的理念 因為不分區也太少所以不能實現 對不對因為減掉地區行事所以不分區行事變少 所以你覺得我投給他的時候他不見得會 就是地區的比較多 所以我政黨裡面比較不能夠很明確地實現嗎 也不是很 不然為什麼減掉之後會有害我 我這樣不是很懂 就是因為你 你投給 就是大黨的分區太強了 對 大黨的分區太強 代表你的政黨得票 政黨得票率的門檻要越高 你的分區才可以得到越多 但是如果小黨分區 不知道為什麼政黨的分區要高 我分區才能得到越多 我分區才能得到越多 不分區不分區 就是如果我政黨多分區得到35000 對對對 那我政黨得票率必定要大於35000 對對對這樣才會有 我說的是 不管有沒有減掉 今天地區進去他們是國民黨的議員啊 所以他不管是地區和不分區都會代表 國民黨在議會上投票的力量嗎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把不分區派遞掉之後 理念不能可以實現 不 小黨 不 選民會想說 如果我 我大黨 他一定要大於35000 才可以得到不分區的行事 而且還不見得很多 我問的是今天 他在議會上的議員 是不分區 跟是地區 對於這個政黨的理念 實現有什麼 喔 你覺得說今天 選民會比較喜歡分的議員 所以才會投一個政黨 沒有選民希望他的部分 他的部分區 他的政黨票 可以實現最大的政治利益 但是他的政治利益 在大黨裡面的政黨票會比較低 他投個小黨的政黨票 他的政治利益會比較高 只要他過5% 還是不能 那 我意思是 你設有平常的情況下 大多數的 你願意證據一天告訴我說 今天你設成 就是 人民確實會覺得說 騎士變多 就更有機會 所以我不是覺得 我在你頭都倒掉5% 所以 不管你剛剛的論述 是不是正確的 先確認一件事 今天你要證實說 選民是因為覺得說 騎士變多 就會投過去 才會過度5% 才有機會實現你剛剛說的東西對不對 怎麼就是 就是 今天只要 就是今天我 人民如果是因為覺得說 再怎麼樣投 都不會倒不爬 那其實改了點一字 我還是會不會爬對不對 就是下心理嘛 就是 你們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但是 沒關係 這部分我們等一下後面再做補充好 我們先換就是 關於你剛剛子儀說 那個策略投票 到底會不會放在台灣 然後你看他這份資料 前面是一樣 但是後面他告訴我們說 依台灣的選舉經驗來看 發生的可能性 不低 代表他確實是有可能在台灣發生嘛 對不對 就是策略投票 發生的可能性 就是 不是 是剛剛我們說的 他脫幣的方式 就是今天連立志 搞得不像連立志 搞得還是分開來算的感覺 喔是 但是我方 我方就是想請你舉個 像連立志的同家以後 就是真的會有我正常出行 喔 好 謝謝方便喔 你反發到貿易禎 上來成立 這個選舉 下來成立 上來成立 希望否則 會否更多 這樣 對 它們在這片段 好像很大 這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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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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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